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兜油 进入了这个秋季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就有花友发信息留言说 在秋季养护兜油是最容易让它上色 也能让它快速生长的 为什么我的兜油其实没有上色呢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主要的三点 第一,首先我们要解决好土壤的配比问题 我们所用的这个土壤颗粒土最好就是80% 泥碳土最好就是20% 这样混合起来,种植兜油是最适合它生长的 像我这种营养土里面就是有80%的颗粒土 还有20%的泥碳土 这种土壤不仅能够有绿水性好、透气性好 同时还可以控制兜油快速生长 起到塑形的一个作用 第二点就是光照 因为兜油它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 除了在夏季高温之外 就建议大家把它放在室外给它接受光照 第三点就是掌握好浇水施肥的技巧 都有它本身体内储存水分较多 不是要给它频繁的浇水 在给它浇水的同时 要适宜的给它增加一点全营养水溶液 这个是都有型的 而且是一个长效肥 一个月给它虚用一次 我们再控水还有养分 光照充足 适合的土壤环境 当然还有就是给它修剪一下这个株形 这样就能让这个月形更加紧凑饱满 显出最美的状态 好了,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